它是這種頭 它是這種頭 像那個古代的鍵盤那種頭 它就是接這一台 這台儀器呢 有A跟B都可以 基本上一台雷射可以接兩個頭 但是我們學校呢 只有買一種頭 所以A跟B都可以 然後接上去之後呢 現在還有一台壞掉 我們來看世俊翰的運氣 欸!果然是拿到壞掉那一台 世俊翰 再拿另外一台一樣的 對對對 它兩台有一台壞掉 不知道是保險車一樣嗎 一樣的有轉彈的嗎 轉彈 有兩台呢 兩台哪裡不一樣 這一台有電池 這一台沒有電池要插電 所以這一台如果你衝過電之後 你可以帶著走 那雷射因為是危險的器材 所以一般都會射密碼或鑰匙 鑰匙請你不要拔起來 那個世俊翰看 千萬不要去玩鑰匙 我不會玩鑰匙 不要哪一天它又跑到草皮上 千萬不要 雷射一定有密碼或鑰匙 那有密碼呢 請你不要讓它密碼 按Enter就好了 打開之後它就會啟動 有沒有它會寫 COD密碼 這個是我們都不要射 因為都沒有射都是0 再按下去 就可以進去了 然後它告訴你說 有符號告訴你說 這個叫開關的符號 按開關去開始 然後就可以開始 好原則上大概是這樣 那這一台咧 這一台 它只要鑰匙打開 會亮就是有電 會亮就有電 充電的時候呢 充電的時候 我這樣是沒有電的 充電的時候 我們假設這一台 因為另外的電源線不夠長 充電的時候呢 下面Power要按On 有沒有會亮 代表有充電 如果我這樣是沒有電的 要按On 我就會充電 這個是電池的電源 這個才是機器的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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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就開了 那它的頭咧 長這樣 我們都已經用紅色的線標示好了 這個紅色的線就是給它用的 插的時候呢 這裡有個小小的凸起來 小小的凸起來 要對這裡小小的凹進去 你不要硬插 硬插到時候會壞掉 所以請你溫柔的對待 我也在想說以後那個頭就不要拔下來好了 蠻可怕的 好擦完之後呢 電源打開 雷射的操作非常簡單 但是跑台一定會混亂 因為第一個 這兩個是時間 我可以設定時間 一分鐘 兩分鐘 三分鐘 四分鐘 五分鐘 我發現設定錯誤的 你不用一直按 按到你 怎麼辦 兩隻手一起 歸零 了解嗎 我按錯 按錯 我就不是叫這樣的 你不要一直按 一直按 按到什麼 幾分鐘 動不了 兩隻一起按歸零 這樣就可以了 第二個 這裡可以看赫斯 赫斯 還有什麼 加爾 赫斯跟加爾 那我調 赫斯加爾還有跟好瓦 好我們來看 赫斯 我們說極性期低頻 用轉 二 慢性期高頻 我就開始慢慢轉 轉到五百之後 下一個會跳成一K 代表一千 所以你不要一直轉 轉到一千 不是 五百之後下一個就是一千 一K就是一千 十K就是一萬 二十K就是兩萬 這是頻率 對不對 所以呢 那頻率調完之後呢 我調什麼 焦爾 焦爾會跟誰一起動 焦爾等於什麼 瓦數乘以時間 對不對 瓦數來自於哪裡 瓦數是他 他來決定瓦數 所以所有雷射頭上面一定會有黃色的貼紙 告訴你這一根的瓦數 黃色的貼紙 黃色的貼紙 譬如說這個瓦 黃色的貼紙上面就寫 10毫瓦 波長640 每一根雷射一定有這樣寫 告訴你這一個瓦數 10毫瓦 波長640 所有這是規定喔 就算是 就算是這個指示筆 他上面也一定要告訴你 多少毫瓦 這是規定 所以所有雷射一定是多少毫瓦 他告訴你我是100毫瓦以內 所有雷射一定會告訴你這個頭的瓦數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東西 所以他上面會告訴你說我是10毫瓦 我是640 有沒有 所以代表什麼 640的波長 所以他是紅光 這樣了解嗎 好我這樣打開之後呢 瓦數會跟誰一起走 跟時間 所以我調時間 他瓦數就會動 有沒有看到 我調時間 瓦數就會動 所以瓦數有誰 焦耳由誰決定 由時間決定 當我時間歸連 焦耳自然之間 那瓦數由誰決定 由這個頭決定 所以當我要看瓦數是多少 10毫瓦 這是你動不了的 因為瓦數由誰決定 頭 你換這個頭就是10毫瓦 換別的頭就是別的毫瓦 OK 好下課休息一下 下一節繼續 好下課